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Minde 今天继续上次web玩的魔力相关游戏评测 而今天这款会是收割玩家的情怀 还是走出另一条道路呢? 魔力宝贝 旅人 该游戏目前还在中国内测阶段 实际上架版本可能会有所变动 还是以公测为主 开发商是有多次参与魔力IP制作的塔人网络 目前没公布中国的发行商 而未来台湾的代理部分 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会更新在标题上 说到魔力宝贝 其实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前辈 实际时代 开发商是日本的ZSS 台湾一开始的代理是华裔国际 2001年ZSS倒闭后 华裔买下原代码跟版权 自行开发后续的版本 在当时没太多竞品的情况下 人气真的非常高 这游戏当时也是充满着各种BUG 交易诈骗 外挂蓝天飞 平衡不好 常见的像是天空之城加速器 单体技能改成全体 瞬移 回溯洗钱 自动送货赚钱 水果合成等一大堆 有经历过的观众应该就知道 官方当时还想尝试封堵外挂 结果反而造成人气下滑 最后只好默许外挂 甚至直接做成内挂 但必须老实说 这游戏是被策划完死的居多 赚钱后就开始想赚更多钱 策划不断想办法提高KPI 手法跟现在的歌草圈钱厂商有87%像 而后来碰上原团队找艾尼克斯合作 开发的魔力宝贝出来竞争 以及后来崛起的魔兽世界 导致游戏人气后续也开始下滑 想试图拉拢玩家也是徒劳无功 终究还是一去不复返 那怀旧时间结束 我们回到旅人 我本身并不是魔力的老玩家 都是看朋友或者家人在玩 可能没办法很忠实的比较 当年跟现在的差异 请各位见谅 而总结这几天我体验下来 其实跟魔力本身的IP真的无太多关联 除了名称跟部分玩法机之外 大体上还是结合近代M&O手游那一套 所以如果你用当年怀旧的方式 看内这款游戏的话 肯定会失望 虽然在整体的开发上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思路 比起一直打情怀牌的甲妇科 基于核心玩法上来做开发 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前提是走的正确 游戏职业的选择上比PC版本少 但也没关系 未来可期嘛 美术方面我觉得是中规中矩 玩法上保留了魔力风格的回合自战斗 但节奏上会偏慢 不是每个玩家都喜欢 习惯快节奏的玩家应该会直接劝退 也有提供相对简化的制作系统 承袭了捕捉宠物的系统玩法 捕捉前需要先获取图鉴 图鉴可以靠打怪或者课金取得 捉宠物的话需要消耗封印卡 不过封印卡对无课来说 获取难度偏高 也有可能是官方想抑制宠物的产量 玩家独自推主线做任务的时候 可以带上路上劫事的NPC伙伴一起战斗 原本伙伴有一个课金相关的系统 但在目前的版本已经取消了 不过不保证未来不会再实装回来 想逐队挂网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人 会自动帮你安排人机 但挂网链等有一定的限制 用掉疲劳值或卡时后 就无法再获得经验 算是避免玩家一直无限在充等 而整体玩法上有带入 市面上常见的MMO手游的机制 也因为是常见的手游机制 会有各种无聊且繁琐的主线 再搭配作业式的日常、工会任务 会有点磨损玩家的游戏体验跟耐性 简单来说就是痛苦太多收获太少 虽然玩法上不保证还原经典 但各项月卡、战令、礼包等 这些课经典倒是一个也不少的继承 而经典的宠物玩法其实也被变个样 放在商城中等玩家抽取 这其实也代表会改变底层的核心玩法 游戏内主要的交易系统是绑定金币来维持 而金币主要是靠卖东西获得课金获取 但因为制作跟采集挖掘等物品 价格普遍偏低也不会有人要买 所以如果无课或微课玩家 初期生存上会比较辛苦 而TAP上的评分开车前有8分 开车后只剩下5分多 还会有客服出来不断回复 强调开发成员都是魔力老玩家 但确实这除了顶着魔力的IP以外 跟市面上的换皮手游缺别不太大 尤其看到这精美的战力排行榜 懂得都懂 新玩家不讨好老玩家不买账 只能说内容不如预期还有待改善 而玩起来觉得最好玩的部分 是看世界频道的玩家吵架 结论 锦屋依旧 人是已非 玩法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经验 毕竟我对魔力本身没有太多的热情 所以对不上我的电波 如果未来上架后各位感兴趣 可以自行再去体验 而最近也有几款游戏在酝酿登台了 应该不久后代理商就会发布消息了 我也会开始陆续做这几款的试玩评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乐 我们下次见 拜拜